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心情一直都很好 心情好不是说你各方面都很顺利 不见得 不见得 我老是说每天我要去固定地做复诊 时不时的要去看门诊 再不然的话我可能住院等等 但是它不影响我心情 因为发生了事情赶快解决 这是顺利的 很好 但是有一点 以一种愉快的心情 你在看周遭的事物 你看哪里的话 你都觉得都很好 你就发现了 这个世界很可爱 有很多事情很好 有好多东西我不懂 看看请教学习等等的 就这样子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日子就过得快 但是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我必须想想 有一些老人家 或者是年轻人 或者是失业 或者是在一种困难之中的人 我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 当我们想到他们的时候 我们知道他不见得有我们心情好 可是呢 借着我们的好心情 我们行有余力的能帮助人家 能协助他 我觉得这不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 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因此看事情 我们就在想 你比如说 有一次碰到一个人 跟我谈的那问题 我说你跟我谈的事情 我知道 我非常同情您 但是有一点 你必须要找社会资源 有社会局 这个社会处 这个社会福利部等等 让他们去给你解决 另外还有的是什么呢 是自我来消化一些事情 在无奈之中 我们找出希望来 我觉得人呢 很有意思 如果你自己转换了一个角度 你在想的时候 心情上就不一样了 就完全不一样了 比方说你看好的杂志 对你就有养分 那心情上也就不一样了 所以把这种个人的浅见 跟大家分享 上帝赐福你 感谢您的观看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